秦始皇至死也没想到 自己暴君的形象被人贴了足足2000多年 只因为这堆秦代竹简的再次出土 才让被黑了2000多年的秦始皇 有了翻身之日 竹简中记载的那段历史空白又是什么呢 2015年在湖北一处古墓中 发现了20万字的秦代竹简 他是秦朝一名教习的基层 官吏死后给自己的陪葬品 秦代的真实样貌已经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中 而这次竹简的出土 让我们看到了真正的秦朝 据专家回忆上到洪涝灾害 国家征战下到地方事务俊仙任免 都在这堆竹简中记载的十分详细 可以说是最贴近秦代历史真相的纪实 就连司马迁的史记都未曾记载过这些内容 其中有一段清楚地记录了当年秦朝军队的规定 如果你在扶摇役期间迟到了三五天 就会进行口头的批评 如果迟到六到十天的话 就要奉一面盾牌的钱 迟到十天以上就要奉一套盔甲的钱 在征军时 如果身高不足一米三 就可以免除刑法 每个家庭必须要留一个男丁 在家里赡养老人 并且还有一条规定是 每年的二月 不允许进山砍树和捕杀幼鸟 竹简中还有一篇刚好是关于诗妻的记载 内容大概是朝廷征兆 如果逾期会有明确的罚款制度 但如果因为下雨等天气原因 造成诗妻会免除处罚 面对着这样人性化的法规 而这和司马迁《史记》中记载 则陈胜无广 是因为下雨时期 暗律当斩最后才发动了起义 这显然背道而驰了 二是 大家对秦始皇的印象 一直都是暴君 无论是孟江女哭长城 还是动用数十万劳工修长城 都是天怒人怨的行为 而关于秦始皇焚书坑儒 和孟江女哭长城的故事 都是后代的文人默克 强加在秦始皇身上的 焚书坑儒 是秦始皇当年为了统一思想文化 才下令烧掉了大量的儒家类书籍 但是还有大量的医书和农书 都被完整地保留了下来 而坑儒是当年秦始皇 杀了四百多名江湖术士 后来就被改写成 杀了上千的儒生 而关于孟江女哭长城的故事 其实最早的版本 是出自春秋战国时期的左传 里面讲了七国的一个大将军 启良死后 他的妻子就在路边哭丧 直到西汉时期的刘相 在撰写战国册的时候 就把这个故事 强行加入了妻子哭成的情节 所以这个孟江女哭长城的故事 一开始和秦始皇 是没有半毛钱关系的 都是后来那些文人默克强加上去的 其中还有一段记载 秦始皇知道服役期间辛苦 即使是犯人 在这期间也是有工资的 完全可以保证一家人的温饱 从这些竹简中 专家判断 秦始皇可能并不是正史中 记载的那么残酷 那么看到这里 你还觉得秦始皇是暴君吗